这两年疫情冲击 外送员扛起染疫风险 支撑起民众的餐饮需求 堪称用生命在工作 但外送员承揽雇佣劳动形态 至今未有定论 工时工资保险以及税务 都没有保障标准 2021年5月三级警戒开始之后 到2022年3月间 外送员事故受伤的人数 其实已经达到945人 非常的高 远较这个2020年同期 就是5月至2021年的3月之间的815人 多出了130人 而这仅仅是台北市的数据而已 全国的数据更要中央预 全面性的调查 做一个相关的盘点 保障外送员的权益 并且要能够提出 能够保障外送员的一个解方 可见现在目前疫情的冲击之下 外送员除了承担高度染疫的风险之外 还有遭遇这个职业灾害 以及交通事故的风险 更是有争无减 那我想在缺乏法律的保障之下 全台大概有10万的 这个外送员的这个劳资交通的问题 非常的多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台北市在2020年 也就是我们这个赖湘宁委员 在担任台北市劳动局局长的时候 也订定了这个外送自治条例 在这个新北桃园台中台南 高雄都已经有草案 来陆续跟进 但是还没有实行 目前各县市的制度 尚未完整 但是外送员必须跨县市 跨平台的接单工作 在跨县市工作的时候 难免遭遇到管理混乱的问题 因此中央真的不能再拖了 应该要统一来制定专法 他们现在把这个平台不断的扩权 把成本外部化 除了丢给外送员之外 为什么要长时间疲劳 你们知不知道外送员 尤其是某个平台 外送员我要休息 我拉休会剩下一点时间不能休息的 他会筛单给我 你知不知道我们外送员呢 在最后一单的时候 有可能他会 因为下雨天单量很多 他会继续让你自动延长 让你不能休息 不能下线 各位媒体 你们知道这种状况吗 外送员是没有自主休息的权利哦 那他们疲劳驾驶出了问题 是平台的责任还是外送员的责任呢 政府有没有相关的了解这些事情呢 每次找政府处理这些事情 政府就说 这个是你们这个比较西部的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 不会去管那么多 问题是我们这些都是环环节节的相扣的 你如果不处理平台的问题 平台其实是转动所有 比如说外送员 店家 客人 甚至于我们的这些用路人之间的 这个一个中枢 你们没有处理这个中枢问题 却是处理外送员 这样子叫做什么 你知道吗 叫做因不惩果不断 政府要解决的并非外送员问题 而是要从 检视从外送平台的问题开始 立委赖湘林则指出 外送员除了面对染疫风险 因为各平台薪资申报类目不同 部分外送员跑越多单 岁也被扣得越凶 那我们这边是在这个上月接到陈勤 特别是我们外送同仁的这个陈勤 指出这个五月份的报税 竟然把他们辛辛苦苦 这个跑得越多 扣得越多这件事情 政府还有这个两大平台业者 似乎都不为所动 所以他们找立院来陈勤 那我们民众党团收到陈勤之后 我们了解的情况 事实上是这样 在现有的这个所得税的法规里面 其实很清楚的讲 只要是公教军警或公司企业的职工 他的薪资以及提供劳务的所得 严格讲他就是所谓的第五零类 就是薪资所得类 那薪资所得类 他有总收入40.8万的免税额 所以相较来讲 他们在课税的金额上面 当然就照一般我们的薪资 以及提供劳务 这种概念下去做课税 可是在这个 万送的业者里面 有一家就特别还是用 这个叫做92 或者是9A执行业务所得 来给课税 所以让我们的这个万送员 有一些人在课税上面 足足要多缴1万多的税金 那这个到底是认定上的问题 还是这个企业 自己不愿意对待法律上面的要求 然后就用9A或92的其他所得来进行课税 在这个板子上面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用50的薪资所得 大概这个40.8万的免缴所得税 那以我们现在非常多万送朋友们 他们的这个月收入 这个折算下来呢 有些当然就是 免缴所得税的这样 这个所得概念 但是如果放回9A的执行业务所得 或92的其他所得 他要缴以及他的免税额度 是下降的 那我们相信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很多的这个 这个外送员 他自己骑的那一台摩托车 难道是他真正只有营业用的 这个工具吗 并不是 通常他都也是一般 在代步上面 或者是我们兼职里面的一个 交通的工具 所以在很多的项目上 没有办法向这个 专业自营的这个 工作的这个类型的这个 自营 自力营生者 或者是致富盈亏者的 这种承揽商 他所能做的费用的一种扣除 所以我相信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 身份以及职业 到目前为止 虽然劳动部在劳动检查 当时我们在劳动局 也认定他有类雇佣的关系 他是准雇佣关系的一个 劳务提供者 可是因为契约上 他们就是用承拦契约 来规避很多的法律 以至于他们在现在的身份上 在税课上 就自然的被认定 好像是92所得或9A 这样的一个执行业务所得 平台业者持续这样的做法 来做报税 我们觉得非常不合理 而且我们看到去年 UberE平台以及国税局 都很明确的宣誓了 今年要用50来帮我们报税 国税局也说用50是合法的 没有问题 不会牵涉到任何问题 可是今年我们收到所得税单 上面还是用92缴税 那我关我自己今年 我今年自己今年 就多付了好几千块的税金 对我自己因为被用92跟9A这样报税 结果自己个人就多付好几千块的税金 对我是跑的比较少一点 可是就像那全职伙伴 就是我刚才讲的1万到2万4 这就是跑不掉的 跑不掉 那我当然觉得非常不合理 外送薪资已经在节节下降 政府没有去限制平台 任何的工资的下限 然后却还要多收我们的钱 我们已经做这么辛苦了 政府竟然还要不帮我们争取权益 还要多收我们的钱 我们当然觉得说非常的荒谬 非常的夸张 对啊 那我也希望说国税局 要出来讲清楚 我们到底如何处理这样的税额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每次都这样一年过一年 去年说明年改 明年看到了又是这样子 那今年怎么办 民众党认为疫情大爆发 不容政府牛步商讨政策 既然要筹主外送国家队 卫福部 劳动部 应对外送员等高风险工作 安排公费快塞配给 协助施打疫苗追加剂 让第一线工作人员 获得优先群体免疫 并加强外送平台 从业人员的保障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